目前最火的四部剧,震魂斗瓣评分7.0,第一部点击率已突破11亿 目前最火的四部剧,震魂斗瓣评分70,第一部点击率已突破11亿 目前最火的四部剧,震魂斗瓣评分70,第一部点击率已突破11亿 打开百度act,看更多美图。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4,震魂 震魂是由十月影视出品,周远周之道,白宇,朱一龙领衔主演,新鹏,高宇儿,丽燕,江明阳,李思琪,刘敏廷,王朝伟等联合主演的都市奇幻剧。 该剧改编自作家Praised托宁小说,讲述了赵云兰、沈威两人,共同守护两界和平的故事。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震魂讲述的是发生在能解决活人无法解决的案件的特殊调查处的故事。 隶属于国家机构的特殊调查处处长赵云兰除了是个公务员,还有个可以连接的辅证魂令主的身份,手下也并非全是人类。 在破案中,赵云兰遇见了假扮教授石泽氏的扶展会史的神威,便有了点若有若无的在意。 一次在人间的地府四圣物也轮番出现怒刷存在感,两人免不了的需要碰面,继而揭开了两人自远古时代以来的感情纠葛。 赵云兰是一个死后秩序的执行者,他手带铭剑表,可以监测身边的鬼魂数量与凶恶度。 有恶鬼出现时,标坛指针会转过呈现红色迷雾。 拥有三张阵魂令,可以容纳鬼魂,其中有一位是开启山河追线索的女鬼兼调查处成员。 陈魂令附赠会说话的黑猫一只,名叫大庆,负责亲近沈威与麦蒙,查科大混,作为吉祥物,一开始就显得他与众不同。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这部剧人气之所以那么高的原因是该剧口碑不错,目前为止在豆瓣高达70分。 虽然国内网剧剧情逻辑和特效依然让人尴尬,五毛特效,但是这部剧能获得这么高的评分。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这部剧至少请了实力派演员,刘亮晓,生尬眼,与其他大型影视剧不同,采用了很多新人,并且在小说方面很大程度还原人物设定。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3. 脱身。 脱身是由林柯指导,陈坤,万倩领贤主演,蔡文静,张小辰,还一天,引助盛等主演的年代叠战剧。 该剧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归胜计划为背景,讲述了乔治才,黄丽文与战友家人的彼此守护和无私奉献的故事。 该剧于2018年6月11日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首播,并在爱奇艺,腾讯视频,搜狐视频同步播出。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该剧逻辑清晰,节奏紧张。 故事以拿错箱子为开头,这个情节设计在谍战剧中虽然不够新鲜,但盛在各种推理,场景转换合理,没有太多的漏洞。 不同于其他谍战剧,该剧并没有很明确的双面间谍元素,也不是板着面孔讲一个苦大仇深的故事,而是让观众在猫捉老鼠的故事中看到不少萌点,体会到大时代中的人性和情感。 该剧区别于其他谍战剧,更着重于用喜剧方式来呈现菜鸟的成长,也缓和了整部剧的紧张凶险氛围。 剧中这对菜鸟CP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找组织,没想到结果误打误撞破了一桩出轨案,类似的乌龙事件并不止一次,这也算是该剧对于菜鸟的另类打开方式,让观众觉得新鲜有趣。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该剧另一个看点是陈坤一人分饰两脚,通过人物性格反差完成兄弟来展现他精湛的演技,虽然不是新鲜的梗了,但是他式的演技也让他获得一众好评。 面对如今雷剧,什么脑残抗日剧等,遍布的时代,并且在国产举框时代难得有一部对观众始终保持尊重的电视剧,无论是画面、演技,还是剧情本身,质感都是相当不错的。 该剧目前的豆瓣评分是70还是很不错的。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2、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 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是华作影视,客顿传媒,新天地工作室出品的都市情感剧,由彭华涛监制,于翠华指导,莫保飞保编剧,罗锦,郑爽,张艺上,唐汉晨,王公良,第一一,孔林,杨新成,孙嘉玲等主演。 该剧改编自唐家三少同名自传题小说,故事以他和妻子的爱情经历为原型,讲述了长弓和母子二十年相知相爱相伴的情感点滴,以及长弓从行业新贵摔到尘埃,再到最后找到人生的路,最后成为作家富豪榜榜首的成长历程。 该剧于2018年6月18日在爱奇尼播出,请扁击输入图片描述。 为了你的情感主线是罗锦饰演的张长弓,和郑爽饰演的李慕子之间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 女主角李慕子家境优游,在1998年因上网聊天结识长弓,两人在网络聊天是一言不合因慕会互对,线下网友聚会中因长弓英雄救美互生好感。 以时的长弓出为互联网行业新贵,身为大学生的木子并未急于谈恋爱,两人不断互相试探,而当长弓事业跌入低谷后,同样投身职场,体验过个中苦楚的木子主动靠近,伴随身侧,成为其感情和生活的坚强后盾。 为共同负担经济压力,木子放弃身造粮机,投身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和鼓励长弓。 当长弓再次依托互联网和自身才华,写网文发家之后,甘愿祥夫教子的木子依然与物质巨变的长弓保持出心相邪相守。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无论是背景画面,还是场景画面都是更加贴近真实和美好,这部剧也符合大多数人的记忆中青春模样。 在剧情方面主创也没有为了刺激收视率而故意去营造偶像剧的霸道爱情,以反套路,不做作,以最真实方向去体现人际交往中单纯的一面,这也体现在当时社会青涩的一面。 通过小人物最真实普通的生活故事,去诠释对未来的期盼与渴望。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1. 扶摇 扶摇是根据天下归原小说扶摇皇后改编的古装女性励志电视剧, 由杨文军、谢泽和李财联合指导、杨幂、阮晶天领衔主演、刘毅军、王晋松特别主演、高伟光、赖毅、张亚钦、胡可、高汉宇、黄又鸣、李一小和蒋龙等联媚主演。 该剧讲述了出生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为解救同伴份而下山踏上武洲历险征途, 在此过程中意外结识长孙无极,并与其相知相爱并肩而立, 两人坚守虽千万人无往已的信念,毕经磨难披荆斩棘,最终成功对抗不公的命运。 该剧于2018年6月18日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卓播剧场和腾雀视频首播。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这是根据天下归原小说扶摇皇后改编的古装女性励志电视剧, 通过底层女性小人物视角,去反映对社会阶层的布公。 而杨米饰演的扶摇带剧中的表演更是活灵活现, 除了尴尬的特效与剧情不严谨外, 整体感觉还算不错。 虽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就从客观角度分析, 无论是道具、场景、演员、演技方面都属良心制作。 直到今天点击率已经破了11.2亿, 不得不让人为之惊讶。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扶摇与以往的古装具不同的是, 突出了女性人物人设和情节, 让扶摇有别于以往腹黑、权谋、玛丽苏的女主形象, 更具有独立、坚强、励志的人物形象。 在奴斗场女艺人之躯挡下名枪案件, 在摇城站艺人之里力挽狂澜, 虽然有识逻辑, 但剧中更多是想突出权势扶摇个人。 而她的故事也反映着现代社会为梦想而奋斗的女性的艰辛。 大女主戏份讲述主人公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 可以给演员很大的表演空间, 让粉丝们看到多样爱豆。 扶摇的预告片中就出现了洋溢黑化的场面, 让粉丝们吃了个精。 从粉丝们的反馈来看, 他们非常期待看到爱豆英姿萨爽的开打, 同时更加好奇的是扶摇黑化的表现, 小编默默打开预告片, 看到了黑化后的扶摇很觉得眼神和灵力的身法, 也是真的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会被逼到如此地步, 扶摇到底经历了什么。 目前最火的四部剧, 震魂豆瓣平分70, 第一部点击率已突破11亿。 文章看完了, 不要急着走, 起码加个关注或者留下您宝贵的评论嘛, 小编这箱有理了。 弯腰鞠躬90度, 欢迎美观评论哈。